我是 auditor university 是 我ню اله 不停擼 vest360 鼻子有些驗脸 通常也不太常知道 但是呢 漸漸地會發現 醫院越來越不對勁了 我整個面 globally 已經腫了, 基本上你看他這雙眼睛算大 但其實他那時候腫得只剩一條線 其實小朋友去到大人 他們都可以對牛奶蛋白 產生一些很嚴重的過敏 反而沒有說局限在哪些年齡群組 牛奶過敏就在嬰幼兒期間 最常已經發現了 喝完牛奶或進食乳製品後 出現肚痛、輻射等不舒服的症狀 有可能對牛奶蛋白過敏 這是免疫系統疾病 患者需要完全避開乳製品 而腸胃科疾病、乳糖不耐 也會出現同樣的症狀 要怎樣區分呢? 患者的日常飲食又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李太的女兒是食母乳長大 在大約一歲時 接觸含有牛奶成分的乳酸糖 雖然當時她沒有吃下肚 但經首部接觸過的眼、鼻 和臉都出現紅腫 於是去到急症室提醫生 也有聽過人說敏感 最怕它影響過氣管 到時它不能呼吸 就有生命危險 所以就馬上去了急症室 這張是當時我們在急症室時的樣子 其實這個已經是 她打了一次腎上腺素 沒有那麼腫 我們等著上訪時才有空拍照 但你也看到它好像很腫 就成對眼花了一條線 女女之後再服用了抗敏感藥物 眼腫的情況慢慢得到改善 自此之後 李太太說女兒選擇食物也會特別小心 這個有沒有牛奶? 沒有 它有牛奶的食物, 你能吃嗎? 這個沒有 這隻是一些叫水果片 她也很喜歡吃的 有幾款的, 這隻是桃味 另外還有這隻是純豆漿 最重要是看清楚它的成分 如果它有時候有一些奶 你以為它完全沒有牛奶成分 但其實原來它是有奶固體在裡面 那些都要避開 最重要是看清楚它的成分 牛奶蛋白過敏 通常是寶寶出生之後 最早被發現的敏感症 在西方國家 大約有2-3%的小朋友發病 遺傳、環境因素都可以引致發病 當正常無害的食物進入身體之後 如果身體的免疫系統 將食物裡面一些物質 當成入侵的病源 就會產生抗體和引發免疫反應 牛奶蛋白過敏分為即時性過敏反應 和延遲性過敏反應兩種 即時性過敏反應 在醫科上比較常見 通常是吃完接觸到牛奶 或者牛奶的製品 可能幾分鐘至兩小時之內 已經會發現有這些身體的不適 嘴、喉嚨、舌 皮可能很刺痛、很癢 慢慢可能連嘴、唇也會腫起來 眼皮、面部可能會腫脹 有些小朋友也可能出風冷 我們稱為沉麻疹 即時性過敏反應 還包括腸胃不舒服、嘔吐、腹痛 嚴重的話 可以出現呼吸困難、喘鳴 如果影響到血糖 甚至會出現神智不清、昏迷等等的情況 如果小朋友本身患有濕疹 遵食牛奶蛋白 有機會令濕疹的情況更差 或者引致濕疹發作 這些都是延遲性過敏反應 除了濕疹之外 有些腸胃炎 其實都是一些延遲性的牛奶蛋白過敏 可以是急性 如剛才所說 吃完可能幾個小時之內 已經會出現 但比較常見 可能是慢性的腸炎 可能是小朋友持續 定期規律性地接觸到牛奶 可能他吃配方奶粉 吃了大概一星期左右 就開始會出問題 可能會簡潔性呕吐、腹脹 然後就開始有吐舍的情況 甚至看到大便會有血 有血、有黏液 這個時候就去求醫了 要確診對牛奶蛋白過敏 患者可以進行皮膚點刺測試 或者抽血測試 經醫生診斷後 家長如果發現 小朋友有嚴重的過敏反應 可以立即用俗稱救命筆的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幫小朋友注射 舒緩過敏症狀 如果病徵輕微 有經驗的家長 可以讓小朋友服用抗敏藥 如果吃了藥之後的情況都沒有改善 就要盡早看醫生 那牛奶蛋白過敏 會不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消失呢 有研究都顯示 大約五至六成的小朋友 可能六歲的時候 會失去牛奶過敏 我們俗稱為內壽性 大約可能小朋友繼續成長 到十六歲的時候 有八成的小朋友 都會失去牛奶過敏 相對比起花生過敏 那些計劃已經是好一點了 胃部母乳的媽媽如果吸收了牛奶蛋白 患有牛奶蛋白過敏的小朋友 亦有機會透過母乳引致過敏反應 但這個情況並不常見 而進食奶粉的小朋友 其實亦可以有其他選擇 這幅圖是給大家看的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牛奶蛋白 其實你看到挺大的氛圓 是一個很大的蛋白質 對於牛奶蛋白過敏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適合由這裡開始 我們建議他們去接觸 攝取這些深度水解蛋白的奶粉 那為什麼呢 原理就是 譬如身體其實製造一些IgE 去針對這些牛奶的蛋白 當它去到水解了之後 就把它解鎖了,細分了 那真正的IgE 其實就不認得這些蛋白 當它不認得 就不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反應 或者油膩胺基酸奶粉 再細分一些蛋白的分子 除了飲食要注意 一些個人護理用品、藥物和粉筆 亦都可能含有牛奶蛋白 患者接觸之後 亦都有機會導致過敏反應 家長就要特別小心 世衛建議 成年人每天的鈣質攝取量 是1000毫克 大約是兩到三杯鮮奶 如果想以植物奶取代牛奶 應該怎樣選擇呢 如果我們以蛋白質的角度出發 以每100毫升來說 新鮮牛奶能夠提供到3.3克的蛋白質 其實其他的植物奶相對都會比較低 比較優勝一點 或者貼近一點 就是豆奶的蛋白質含量 如果我們以一個脂肪的角度出發 你會看到其實植子奶和新鮮牛奶 如果用全脂奶去計算的話 是比較貼近一點 當中的飽和脂肪含量的一個高 對於一些真的糖尿病患 或者可能是一些已經有三高人士 可能已經有高膽固醇 或者高這個壞膽固醇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也不會建議 真的用植子拿了首選的食物奶 取代了新鮮牛奶 植物奶原本的鈣質比牛奶低 如果要以植物奶代替牛奶 就要留意食品標籤上 有沒有額外添加鈣質 而與固體,其實它也是奶類來源 牛奶蛋白過敏患者也要特別小心 如果限制化學物的角度出發 其實你會看到燕麥奶 還有這個米奶 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牛奶更高 原因是因為燕麥和米 都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或者五谷類的食物 所以我們會考慮 如果當一個人已經有糖尿病患 需要留意他們的血糖的情況下 我們未必會建議 真的用燕麥奶或者米奶 去做植物奶的選擇 至於豆奶 其實也不是每個人都對 患有腸耳擊綜合症的人士 痛風的人就要特別留意 如果本身對堅果、膚質食物 有敏感的人士 喝相關的植物奶也未必適合 那小朋友何時開始可以喝植物奶呢 不關你這樣說 我們鼓勵家長 母乳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如果你說真相牛奶方面 可以喝到的話 其實我們反而會建議 如果譬如一至兩歲 我們都會建議全脂奶 如果兩歲至五歲左右 可以才考慮低脂奶 五歲或以上才是食血脂奶 那植物奶的話 其實我們都建議 可能起碼兩歲或以上 他們才對牛奶的敏感 或者乳糖不耐壽 才可能會是一個 真正牛奶的取代品 除了植物奶 肉類、海鮮、雞蛋和豆製品 都可以提供豐富的鈣質 想在日常飲食當中 攝取更高的鈣質 不妨參考一下 註冊營養師提供的一日餐單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看看甚麼是乳糖不耐 不少人吃完飯後 都會喝一杯咖啡或奶茶 當中的淡奶、年奶 可以怎樣配搭 註冊營養師會繼續為大家講解 有些人都會出發 那些吻酒 會佈到人與生產者 有些不是優惠的 而且甚至有些 好像是輻射傳染的樣子 我只發生一次半次 我不在意 因為我一直都有喝點奶 多喝几次,发现每次喝完奶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例如洗手间之后 一、两次之后,她又没有 饮用牛奶之后出现不舒服的反应 除了对牛奶蛋白过敏 也有可能患有乳酮不耐 Cecily发现自己喝牛奶会出现不舒服 于是决定给开奶制品 试过几次之后,就自己开始 醒觉到会不会真的乳酮那方面的影响 我自己就尽量少碰奶那些 甚至譬如奶的制品、乳酪那些 我都试过,但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我就少喝 前段时间因为自己的身体觉得 好像比较… 蛋白真的都怀疑是否足够 就想再试喝奶 但是都喝了之后 都是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停了,都没有去喝 乳酪和乳製品含有丰富的乳酮 当我们进食相关食物之后 长度里面一种称为乳酮酮的酵素 会将乳酮分解 成为葡萄糖和半乳酮 为身体提供能量 乳酮不耐 其实就是长度里面缺乏足够的乳酮酮 去分解已经摄取的乳酮 多数患者会在进食之后 一到四个小时出现脹气、肚痛、 辐射等等的症状 成人会较为常见 我们小朋友小肠里面的乳酮酮 其实它的活跃指数很高 因为它们要不停接触牛奶 而把它分解 制造一些能量给小朋友 但是当小朋友慢慢接进固体食物 它们慢慢开始加固 然后慢慢就完全变入 只是吃固体的一个阶段 它们再不需要那么多乳酮酮 乳酮酮的活跃度就会减低 慢慢就去到成人的时候 当它再接触到奶类 它就会产生一些不适的反应 大多数的乳酮不耐 可以通过临床诊断 而患者其实是可以继续进食乳製品 但是就要注意份量 其实真的不需要特别去医乳酮不耐症 有几样东西要注意 不应该完全戒掉奶 应该找回自己的安全量 可能其实都喝到一些 例如少过200毫克的牛奶的份量 就应该继续去吸收 这个模式的奶的制品 或者可能刚才营养师有说芝士 或者其他一些含有奶的制品 也是可以的 坊间有一些叫乳酮酮的补充剂 其实是一些 直接是给乳酮酮 可能是一些药丸 我们说通常有很短的疗效 可能你吃那粒药 可能维持到一至两个小时就没有效 咖啡香滑 奶茶浓醇 不少人喜欢餐后喝一杯 里面的淡奶、练奶、奶蒸 应该怎样选择呢 其实奶蒸 我们不能归纳了一个真的奶类制品 原因是因为当中 其实它是一些合成的 例如轻化的植物油 中类油混合了 或者是一些糖漿 肉米糖漿 和一些落蛋白的元素 所以当中它的热量 和脂肪含量很高 尤其是饱和脂肪 和反式脂肪 对于一些已经有 检高人士 可能高蛋会醇 或者高卖蛋会醇水平的人士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不合适的选择 至于淡奶和练奶 它们都是牛奶的浓缩物 在生产的过程中 抽走部分的水分 练奶就特别添加了糖分 它们的热量和脂肪含量比鲜奶高 注册营养师建议 最好都是用低脂 或者脱脂鲜奶取代 如果譬如你 我已经开始注重这个 譬如血糖 我已经有糖的病患 其实我都会不建议 用一个练奶取代了普通的牛奶 去充飲品 因为这些糖分 也会影响了血糖的升幅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都会说 根据社会建议 以一个成年人为例 我们每天都会建议 是摄取不超过40克的糖分 所以如果以每100毫升的练奶来说 其实已经有55.9克的碳碳氧化合物 当中其实主要大部分 都是一些的糖分 所以如果100毫升的练奶 你真的吃的话 其实已经超过了一个成年人的建议 牛乳 金 微寒 无毒 润肠胃 解热毒 保虚炉 终于认为牛奶有补虚栓 益肺胃 生春云肠的功效 适合狗病啟虚 弃血不足 或者营养不良的人 对食物或者外界物质容易敏感 例如是牛奶蛋白过敏患者 就可以归纳为特品体质 多数属于先天所致 牛奶敏感 其实人体不能够消化乳製品里面的奶蛋白 这些奶蛋白的敏感 可能会出现一些胃腸症状 一些皮肤的症状 甚至我们说可能看到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本身牛奶就是偏微寒的 令到这些脾胃虚汗的人 就容易出现一些腹射的症状 牛奶是比较支离一点点的 那么它容易令到人体产生更多的痰疾 不能够混化 虽然古代文献武明确记载乳裁不耐 但根据临床表现 仲已认为主要跟脾胃功能失调有关 乳裁不耐 其实是说人不能够分解或者消化乳裁 它主要引申的是胃腸症状 例如可能反胃、想吐 或者可能胃胀、肚疼、吐蛇 我们说有些湿尺内困的情况 这些可能是因为饮食的不折 或者可能是本身脾胃就比较虚弱 脾胃升降功能失调的时候 令到一些升清降组的功能 出现敏烈而出现一些辐射的情况 在治疗方面 中医活处方健脾化湿的中药 不能够饮奶制品的人 亦都可以参考中医的食疗推介 亦都可以选择一些 我们说一些粗湿、健脾、风香、 省脾的这些药物 在临床上我们多用的 可能有些广霍香、紫苏叶、 陈皮、防风或者可能山姜 这些都可以用的 其实很多食物里面都有含蓋 例如一些比较硬的豆腐 一些可能有骨骨的鱼 可能一些小鱼 例如一些沙甸鱼 一些鱼鱼干 另外可以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现在很流行的 以金蓝或者我们中式的佳懒都可以 至于穴位治疗 中医师会选择胃经的竹三里 脾经的公酸穴 可以帮助舒缓腸胃不舒服 竹三里 它可以调整脾胃 可以附正胚本 在它三寸下面的 一个上锯胸的穴位 上锯胸这个穴位 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它除了可以治疗 我们说是肚射的情况 其实它也可以治疗便秘的情况 公酸是皮经的乐园 它可以我们说沟通 联络脾胃已经泣血的情况 保持旁边两寸的位置 就是天树的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调整脾胃的功能 在节目完结之前 推荐一款黑豆核桃汤给大家 特别适合皮身两虚的人士服用 重要的是提醒患有痛风的人 就不适宜饮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